所以人生呢 你怎么知道明天是什么事情 是不是 但是你能不能把握 人有绝对有自己的抉择权 你有你抉择里面的理由 如果那时候就100%的 完全融入了 抉择里面的系统 也许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不对 但是那个人 当时我的 我的看法就是 他有很多自己的OS 就说你怎么讲 我相信都很难度 这条度来 那可能 太阳从哪边冒出来 我们学院也很努力在度 但是我在心中在想 这中间可能 难说吧 问好 但是你看 一晃眼就几年了 在 在想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已经犯了滔天大错 多可惜啊 晃一晃已经六七十岁了 还要这样子弄 今生 被这个司法 后面要怎么处决 不知道 那来事呢 你自己做完了 那后面呢 杀人偿命 是不是啊 一报换一报 怎么还呢 所以啊 行进事件天下路 唯有俗心 唯有修心不无人 你能够想清楚 弄明白 人生不如意 他也不是可怜之辈 他也是有他的来历的 是不是 但是又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概观的论定 就是这样子 人的一生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所以不管你今天几岁 从今天起 唯有修心不无人 早修早进步 早获得 不但获得这人 红尘中的殊荣 而且天上人间 各种好事 与你啊 接近程度比较靠近 你说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得到你今生的成就 还是用红尘的方式 那就是你的智慧了 对不对 你的抉择点 但是红尘的方式没弄好 扑通一下 就撒娜娜娜 很恐怖啊 这个世界 已经 就是 让你没有时间想了 你知道 一不对 一想错 就下地狱了 所以现在我问你啊 Are you ready? Yes 你yes吗 Are you ready? 往上往下 是不是 自然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